6月4号 爱心万民教会现成了创立实施周年纪念礼拜及任职礼拜 爱心万民教会任职人员准备到蒙恩的特别现实后 讲师公州万民教会徐振义牧师以成长为体正当 随后中部定方会会长郑泽秀牧师主理的就任仪式上 有一位长老两名实物劝使一名明月劝使就任 中京祝贺新任职的人员并祝愿今后结出复兴的果子 教会消息 6月11号全州万民教会将现成创立29周年纪念礼拜 6月11号在住宅有儿童学生主理学校教师讲习会 在信仰生活中最重要又最基本的是什么呢 那正是圣首主日现十分之一尽忠于使命 等顺从圣经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通过医治的体验 恢复真正想生活的今天的见证者 尹金玉之事 感谢大家 我是中国人家区尹金玉 我七十岁来到了韩国 是七十岁来到韩国吗 是的 我来到韩国是因为我来要讨回别人欠我的大米的钱 我对家人说我一定要去讨回我的债 你是要来讨债的吗 是的 后来我就发现有没有亲戚 发现呢我的大哥家的大儿子在韩国 然后我就在他在家里住了两三天 然后他说姑姑你应该出去找活了 出去找活了 那时我从中国来的时候呢 我只带着五千 五千块钱 只是带着一包衣服 一个包 我就一直开始做护工 照顾患六名患者 我就是一直在干活 因为我没有居住的地方 所以只在那里吃住 一直做护工 就这样 我就不去教会了 为了讨回欠上的大米的钱 四处打听 为解决眼前的生计而不停的工作 后来偶然遇到了在中国一起过向生活的邻居 我见到了一个指示 他是在我故乡一起过向生活的人 来到韩国我就没找到他 我听说他在一家 他在他的住处我就去找他 他对我说 说指示 你应该去外面教会 你来听一听 没听的话 你就会领悟到的 我说 好吧 我不去教会 我生活不下去 我就去教会 后来一看呢 真是特别的好 而且那指示一直在旁边 也告诉我话也特别好 那么听到外语之后呢 我就非常扎心 我就觉得话也这么好 我一定要去教会 但是我一直在不同的工作 原来我是罪人 本来我是想听了话也之后呢 主日我就不应该再上班了 但是呢 我还是去工作 因为要挣钱 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呢 我就一直就集中于挣钱 所以呢 就越来越远离了教会 就这样 也不守主日了 也不限十分之一了 那把在韩国挣的钱呢 都给我的二儿子 因为我挣点钱了 那么儿子对我说 妈妈 因为我要买房子 你给我点钱吧 我说好吧 我就把钱准备给他 那么儿子呢 就拿去都用了 好了有一天 在回家的路上呢 我就摔倒了 我就心想 现在开始呢 我就不能再工作了 然后过后呢 又出去工作 我总是这样 又出去工作 又有一次呢 又摔了 看点 我明明看见 有一个钉子在前面 但是呢 我还是摔倒了 从那时候呢 就开始 腿就很疼 去医院检查 拍片子 说没有任何的印象 那时候就领悟到了 这是父神让我 守主日 不让我再工作了 从此 营军运职是圣守主日 守安息日 但是有一天 一般呢 平常呢 我就不怎么吃饭 消化也不好 因为我一个人住 所以呢 我就不经常吃饭 按时吃饭 因为我生活太苦了 所以我就想省 省 能省就省 就不吃 消化不好 后来来到韩国之后呢 做了体检 第一次2021年 做体检 去医院检查 他说是 胃不好 是胃炎 医生说呢 胃炎要 尽快治疗 医生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 不治疗 很可能会发展成胃癌 胃缩胃炎 肠上皮化生 增生性吸肉 那么做胃镜呢 就会知道的 然后让我看看 到医院呢 医生呢 让我到九里医院 让医生给我看看 我想 我一定会神的 一定会医治我 所以呢 我一定要担心 即使发生成癌呢 我也没有去医院 孩子呢 让我去大医院 我就去了医院 然后去做预约 做内镜 预约赚 胃源患者 15%的早期发病胃癌 链膜变薄 血管变透明的 萎缩性胃炎 有可能发展成胃癌 萎缩性胃炎 使慢性炎症 导致 粘膜变薄 胃腺被破坏的状态 使慢性胃炎 最常见的状态 随着胃炎的持续 胃粘膜 如果发展成 与小肠 大肠 粘膜 相似的 上皮花生 患胃癌的可能性 就会更大 引进孕殖式的 检查结果 说明这一过程 因此急需治疗 当时引进孕殖式 平时消化不好 总是有酸水 胃不好 总是说胃疼 但是 但是直升了 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的告白 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 他说 他不是特别的担心 也觉得不是很难过 他说 祖长 感谢你 通过这次结婚 我一定要 以主人牧师的全能 得以主荣耀佛神 他竟然向我这样的告白 那么我听了他的告白 我也是非常感动 然后我就对他说 那么我们因为疾病 我们得疾病 是要领悟的部分 要反省 所以呢 我们要准备吧 那么我就劝他 读十字架 知道的书 那么我们直视呢 是一天之内 他就读完了 那么我们 又通过教区长 通过教区长的探访 只给他 他要悔改的部分 然后告诉他 要大胆的依靠神 要凭性性得一致的时候 他们只是呢 以阿玛来回答 但是呢 他的家人 毕竟是没有信 所以呢 他短日子 把他 要让他住院 到 大型 大学医院 生有不慎 就会引发大病的 隐经欲知识 他开始反省 过去的自己的错误 就是一直 没有按照 复生的坏生活的 没有现实分之一的 总是论断别人 说谁怎么怎么样 然后传达给别人 然后就论断别人 那他穿这样好的衣服 我都没有穿了 我就要悔改 就羡慕别人的 我都像上师悔改了 而且还记得牧师 也来为我做祷告 我们教区长 也来为我做祷告 那么我觉得 接受这样的祷告之后呢 心里非常的平安 我心想 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的爱我 这样的关照我 虽然想凭信心得一致 但是 还在孩子的 劝说下 要去住院的早晨 他像往常一样 接受三次准牧师的 患者祷告之后 我接受准牧师 患者祷告三次 是准牧师患者祷告吗 是的 我接受祷告之后呢 我就急忙 去洗手间 早晨六点钟的时候 去了洗手间 那是我一看到是黑色的变 我心想 这个是都得到医治了 不用再去医院了 但是毕竟是预约了吗 还是去了 我想做了胃镜呢 其实做胃镜呢 我可能检查不出来什么 后来去检查 医生说 这是怎么弄的呢 我说能怎么弄呢 都是因为准牧师 接受准牧师祷告 接受患者祷告 得一致的 然后医生对我说 没有任何异常了 医生问我是怎么做的 我说这是我信神得到医治了 那么医院 医生说 听了非常惊讶 检查说 没有任何的异常 那天我就出院了 心里非常的高兴 而且消化也非常的好 自体验 医治经历之后 充满做享生活的 引经浴之事 今年三月 他又一次经历了神的做工 有一件事呢 让我特别的担心 所以呢 我有生病了 所以呢 我就想 这次呢 我一定要接受祷告 不去医院 就是 感觉呢 就是胸口特别的闷 后来也有谈 气 就是穿不上来 走路 气 非常喘 在三月份 刚就会 潜心 想起来 个悔改的事 唱 做祷告的时候呢 也流眼泪 流鼻涕 唱赞美的时候 也哭得非常厉害 心中非常火热 就像历守珍 牧师所说的一样 如果要得到医治 要彻底的悔改 彻底的 向上悔改 要 要 流眼泪 流鼻涕 那个时候呢 我 我就是想起了 我还没有限十分之一 虽然是限了一点 但是没有限完整的 十分之一 因为我的儿子都把我的钱用 用完了 我心想呢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限十分之一 后来我把 没有限的十分之一 都限给了神 从那之后呢 就心里非常平安 以前呢 总是心里惦记着 但是现在 我的 但是呢 后来就是我的三人子 把钱呢 就从中国寄来 从那时候就开始 限了十分之一 特别的平安 三月份高聚会当日 那时接受了患者祷告 接受患者祷告的时候呢 身体非常陡 就是说镇定不下来 后来所有的疾病就得到了医治了 现在状态怎么样呢 现在非常好 现在呢 气也不喘了 而且呢 走路也非常好 去教会的时候呢 走路也非常的快 然后别人还说 怎么走得比我还快 现在呢 我走路也很快 吃饭也很好 通过两次得意志的体验 领悟到 兽手主 和十分之一的重要性的 引进域知识 听说 他最近 掌理 话语 在 鼠林 装备自己 看知识 看你的笔记本特别的多 是的 现在准备是在讲地域 植物带型的在讲约伯记讲解 所以呢 我再整理话语 有的时候呢 听话语知道是知道的 但是呢 还是记不起来 所以呢 这样整理之后 就能记得了 是你在重新整理 变方式的 每一周整理一次 这样整理之后呢 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觉得 一天过得非常快 总是想整理话语 看到这位 看到你呢 总是有教会的活动呢 你总是来参加 这里是酒礼 非常的远式的 酒礼到神学校 其实有 要一个 一个小时 但是呢 如果是教会 有什么活动呢 我总是去教会参加的 那么在教会做礼拜 和在家里做礼拜 心态不一样 感觉非常的高兴 拜拜 主日下午 因金运指示为限 晚礼拜 再走向教会 大礼拜结束后 急忙地吃中饭 然后又乘坐公共交通 坐一个小时 到达了教会 但是他的步伐 非常的轻快 现在气不喘嘛 事不得 气不喘了 非常平安 非常高兴 喜乐 走那么远的路 也 气 也不那么喘 显得非常健康 告白 当领悟到信仰人 基本的圣守主日 和十分之一的含义之后 当平行星显出时 让他体验这份神的恩典 这 告白 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父神感谢您医治我 感谢主 感谢主